哈喽 欢迎学习爬重做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已经讲到 将宝马武器的那些图片 已经把它给爬去下来的 然后的话来 可以在这个pipeline当中去处理的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的话 就主要是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下载这个图片 那么我们要去启动这个pipeline 首先的话我们先要把这个 在settings文件当中 把这个pipeline把它给打开 对不对 好 来到这个settings文件当中 然后的话找到这个itempipeline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取消注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bmwpipeline 这个东西把它给打开 好 接下来再回到我们的这个pipeline 点这个文件当中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来把那相关的图片 把它给存储到那个词房上面 但是存储到我们的词房上面 你是不是要给他指定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对不对 应该要存储在哪里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准备让他存储到一个叫做bmw 就是直接这个项目的直接 直接目的下面 它的一个叫做image词的一个真的目的下面 好吧 那么这个image词这个目的的话 我们也不自己去创建 我们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去创建 通过这个代码的方式去创建 好 那么就是说我们再去处理这些 这些数据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就是在这个pipeline 刚刚刚被创建的时候 我们就去把一些准备的工作 先把它给做好一下 image 构创行数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 把这个什么呢 就要去判断 就要去判断 这个文件夹下面 有没有一个叫做images的一个这样的文件夹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就去 那么我就去创建一下 那么我就去创建一下 这次的话我就去创建 首先的话 不是创建 首先的话我需要知道 首先的话我需要知道 BMW这个目录啊 它所它的那个绝的路径 对了 绝的路径啊 那么怎么是知道它的那个绝的路径呢 现在的话我们是知道 我们这个文件的那个路径 对了啊 我我我怎么可以知道 我当时这个文件所在的那个路径呢 我可以通过那个file 那个变成来获取到 好吧 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需要介入到pys当中 给我们提供好的那个os模块啊 那么我们来导致下 英文化的os模块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哈 就是说 呃 先讲这个 先讲这个东西 或是我们就直接先这样讲啊 就是我们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os.pass 下面的那个dir类目 可以拿到我所在的这个文件 它的那个目录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那个 呃 os.pass.dir类目 然后file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 我这个pipelice这个文件 它的那个目录 它的这个目录 是不是就是这一级目录啊 对了 就是这一级目录啊 那么拿到这一级目录还不够 你还得拿到上一级目录 对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再给他进行 进行一次os.pass.dir类目啊 对了 好 那么就是os.pass os.pass.dir类目啊 然后再给他执行一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这一个 对了 就可以拿到这一个 拿到这一个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os.pass下面的一个方法 叫做join join方法的话 就可以凭什么呢 拼接那个路径啊 就可以去拼接那个路径 好吧 好 那么就是os.pass.join 知道的话这个方 对这个东西 接下来再给的images啊 这样的话 他他得到的那个路径就是在这个目录下面的那个images的那个路径啊 这个目录下面那个images的那个路径啊 呃这样吧 我这里方再新建一个文件叫做什么呢 叫做osos.demo.py的一个这种文件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os这个模块 它是怎么里面的这些方法是怎么用的吧 因为我们在这个里面啊 我把它给挪到这个里面来了 我把它给挪到这个里面了啊 我把它给挪到这个bmw这个里面来了 好吧 就是说 呃在这个里面去执行的话 就跟你在这个里面去执行 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 意思都是一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代码 把它给拿过来啊 可能叫c 然后把这地方拿过来啊 import了一下这个os模块 这地方我们来打按一下啊 来打按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啊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右键再来执行一下啊 右键来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 它获取到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啊 bmw就是这个scribe demo下面的 就是这个scribe demo下面的这个bmw下面的这个images这个文件夹啊 对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这个images文件夹啊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判断这个文件夹存不存在啊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这样判断啊 就是images pass是等于这个东西 对吧 等于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判断os.pass.exists啊 这样的话你再传入一个路径进去 它就可以判断这个路径是否存在啊 如果这个路径不存在 就说明这个bmw下面没有一个images文件夹 那么的话我们就给它创击一个 啊这个地方判断一下if 如果没有啊 not如果不存在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来打一个东西啊 images文件夹不存在啊 文件夹不存在啊 else present一下啊 就是images文件夹存在 好吧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右键再来追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images文件夹是不是不存在啊 对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bmw这个目录下面啊 确实没有一个images文件夹啊 说的话他就会说不存在 那么这的话我们就会什么呢 就会去让它创进一个啊 创进一个就是os.啊 新建一个啊 新建一个目录 或者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就是os.make dir 只要的话再把你想要新建的那个目录啊 新建的一个路径的绝对路径 把它给写进去 好吧 就是images pass保存一下啊 只要的话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好 执行完之后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叫做images的一个人的文件夹吧 对对 好 那么有这个东西哈 有这个基础以后 有大家好明白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把这双代码啊 恐龙加C 拿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 拿到我们的这个pilot 这个中间对吧 这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代码把它给去 呃呃上掉啊 然后的话改成这个东西 哎 把这个的话就不需要把它给上掉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去判断 有没有这个image词文件夹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给它创进一个啊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给它创进一个啊 实际上的话因为后期的话我们肯定需要大量的使用到这个images pass这个目录对不对啊 因为我们不断的要去写入一些数据写入到这个images这个文件夹下面嘛对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将这个东西保存为一个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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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性啊 把它给你所保存一个属性啊 这个地方我就给他这些曲名叫做pass吧 这些曲名叫做pass啊 就不要叫做images images pass了 太长了啊 self.pass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也是self.pass self.pass啊 好 那么有这个东西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就是呃来处理每一项了对吧 在每一项当中我去读取它的这个分类 然后的话再读取这个分类下面对应的那个us对吧啊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来写一下啊 首先的话是得到这个分类cate 最后y等这个itm itm下面这个cate 最后y对吧 还有是那个us 本这个adm下面的us 对对 好 那么我们拿到这个分类有什么作用呢 啊 拿到这个分类我们的目的哈 就说虽然现在我们啊 虽然现在我们这个下面哈 虽然现在这个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下面有一个叫做images的文件夹啊 假如哈 虽然下面有一个images文件夹 但是我存储这些图片的话 我是按照这个分类来存储的 就是比如说这一番 他这个哈 这些图片它是属于这个中控方向盘的 那么我就在这个images这个文件夹下面 我又新建一个啊 目录叫做啊 风向方向空 那个中控方向盘啊 叫做中控方向盘 然后的话穿进一个真的目录 我再把这些图片都下载到这个中控方向盘的这个目录下面 下在这个下面啊 好 那么这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写了 对吧 我们手机的话先要看一下这个category 这个路径存不存在 对 就是在这个images下面存不存在 那么我们要将这个东西判断在这个里面存不存在 是不是我们首先的话先要构建一下category这个路径 它的一个绝对路径啊 对对 怎么去构建 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os.pass.join的方式啊 对对 好 那么就是category cat.join cat.join pass 是等这个什么呢 os.pass.join 对吧 然后是self.pass 点那个什么 下面的那个category 对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构建出这个images下面的这个路径 对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判断一下if os.pass.exis 如果啊categorypass对吧 如果没有啊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去创建一个啊os.makedir 那是categorypass啊 这样的话就给它创建一个对不对 给它创建一个啊 好创建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去便利我们的这个url这个列表对不对啊 然后是forurl inurls对吧 拿到这个url列表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图片把它给下载到这个路径里面去啊下载这个路径里面去好吧好这个地方我们来来来导入下那个下载的那个行数啊就是url retrieve对不对 from一下这个urlapp import一下这个啊那个什么呢request 好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那个request.url retrieve对吧 那是url啊这个这个名字的话啊 这个图片的名字该怎么去弄呢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下载到这个地方这个图片啊 这个名字啊对不对 那么这个名字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呃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图片的名字的话他我啊这嘛复制图片地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他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啊 这个图片的话他其实满足这样的条件哈其他前面这部分都是固定的唯一都只有后面这部分是不固定的后面这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当成一个图片的名字啊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什么呢使用这个下滑线来给来来来给他进行切割切割然后我再给他取到最后一个这个东西是不是代表的就是这个图片的名字啊对对好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呃 image name啊 image name等于这个什么呢urur.split对吧 split根据这个下滑线来进去切割 然后取到最后一个啊就是负一对吧取到最后一个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图片这个名字放到这个地方到了当时这个图片你直接放在这个地方的话他会下载到哪里呢他会下载到这个bmw 这个目录下面啊这个直接目录下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让他下载到哪里呢这个category pass这个下面的下面啊对对 所有的话我们这地方又要给他加下啊就是os.pass.joy对吧然后是这个category pass再加上这个image name对对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种图片把它给下载进去了啊 把它给下载进去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走一边来走一下啊保存一下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啊运一下这个地方我们右键来直行一下 这样的话这个图片的话应该是可以下载进去的哈但是 有些问题啊因为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下载的会比较慢哈因为他毕竟不是采用的是那个呃一部哈他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图片就是一个个下载每遍离子啊不是啊 每遍离子他就下载一个每遍离子就下载一个如果这个还没下载完成那么下面的图片都就不会被下载对不对哎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啊一个这样的过程啊好那么的话这个地方就下相对是下已经下载了一些了啊已经下载了一些了 我们再稍微等一下吧呃这种方式的话确认比较比较明显对吧 然后下这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下就是呃那个嗯 正在这个scribe关键当中正确的下载图片的一个这样的方式啊正确的下载图片的方式啊当然你这里面的话也可以去写这些多线程啊这些东西 但是的话如果这个scribe关键啊他已经把我们自动实现好的这些东西 你直接去调用那么是不是就更爽啊对啊这高等方就是更爽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去下载了直接把它给关掉啊好那么这个下面的话就有这些东西的对中共方向盘下面有所有的这些图片我们收音insword来看一下啊 啊是不是就是这些图片啊中共就把方向盘啊还要是其他细节啊可能还没下载到啊有有下的是吧还有车身外观对吧车身外观啊还有是那个车厢座椅啊也有了对不对也有了啊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这些相关的一些图片把它给下载到这个里面来了啊但是这种方式的话我是跟大家讲哈就是先让大家体会一下我们传统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scribe关键关键当中另外一种比较好用的一个这样的方式好吧 这样对比的话你就知道那种方式是比较好的对吧比较好的啊 但是这几个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些知识点的话后后面我们都需要用的到啊后面我们都需要用的到吧包括这些什么的路径的操作啊 啊啊这些文件的判断啊这些新建文件夹这些东西我们后面的话都需要用的啊而且这个什么呢这个爬筹里面这些东西我们也是需要用的对不对 我们只不过是对这一个爬筹给它进行一层这样的优化啊待会我们会给它进行优化好吧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这几个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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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